從高處俯瞰 蔚藍大海 上週天氣超寒冷 好不容易迎來好天氣 民眾迫不及待 一早就來到海星游泳池 享受冰冰涼涼的海水 歷經半年的改善工程迎來新洋茂 位在基隆外幕山 因為附近平台 樓梯都嚴重秀石 市府評估後 擔心崩塌造成危險 趕緊發包重建 進行景觀改善工程 也一併優化設施 去年六月底封閉 預計年底完工 延至這個月25號才完成驗收 只是在施工期間 還是不斷有遊客擅自闖入 這回不用偷偷摸摸了 終於開放民眾下水 工程赤資2300萬 重新搭設觀景平台 兩座階梯也從木頭 改採用混凝土結構 再鋪上米石子 防止鹽粉禽石 連下方步道鋪面 也增設止滑條 不只改善周遭 連安全措施也會再加強 頂業線之外 當然周遭的這些 有使用的遊客 還有遊客 希望說我們可以增加這個 救生圈還有一些安全措施 那這部分 產發術也會來協助 一起來辦理 趁著這禮拜天氣好轉 氣溫回暖 民眾趕快出門遊玩 因為下禮拜一晚上開始 封面通過台灣 西北部到中部 可能會有短暫雨 再來封面通過 東北季風南下 北部東半部 又會轉為陰雨時涼的天氣 所以還是好好把握 這周的好天氣 TVBS新聞 劉欣賢言身份 基隆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